俄罗斯狙击手炳熙宁审 下一刻 直接干掉恐怖粪子的卡车驾驶员和机枪手 而埋伏在周围的特战队员 向着皮卡疯狂扫射 拦住大壮冲上前去 一枪一个小朋友 面对手持匕首的敌人 他毫不犹豫将其摔翻在地 反手勒住对方驳梗 恐怖分子挣扎无果 当场死亡 他刚要带上队友撤离 没想到大批恐怖分子打 队友让大壮先撤 他负责留下电话 在山坡上 大壮的另外两名队友也是一死一伤 他们很快意识到 这其实是美军的一个陷阱 狙击手正在拼命阻拦敌人进攻的步伐 当大壮赶来接应时发现 狙击手已被团团围主 最后倒在敌人枪讽之下 大壮怒火中烧 独自一人驾车驶向美军的指挥所 敌人根本没料到大壮会来偷家 一时间被打过措手不及 美军指挥官加德纳就这样被申请 原来 加德纳的目标是不远处的俄罗斯车队 大壮让其改变轰炸坐标 加德纳无奈指的赵总 最终 俄罗斯车队成功逃过一截 这次行动虽然成功 但也让大壮的小队付出惨痛代价 整支小队 只有大壮和队员诺维奇活着回来 其余人生死未卜 五年后 俄罗斯特警队正在围剿一名犯罪嫌疑人卡萨托 他是前地区政府官员的侄子 依靠雄厚的背景作威作福 拥有大量欺诈和走私武器的犯罪技能 特警将目标车辆逼停 并把卡萨托等人牢牢控制 就在这时 一名特警扣下班机将卡萨托击毙 接着又干掉所有嫌犯 周围的特警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 稀里糊涂死在这名被判者手中 在总部内的指挥官 对眼前发生的一幕大感震惊 赶忙派遣附近执勤的探员威拉前往查看 当他赶到时 被判者已经逃之夭夭 幸运的是现场还有一名重伤的特警谢尔盖 他强忍伤痛 给威拉写下行凶者的名字黑狗 另一边 加德纳递给卡萨托的叔叔一箱钱款 原来对方打算竞选当地议员 这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于是他选择和美方合作 通过出卖土地给相关公司来换得政治资金 然而这块土地已经被政府扣押 处于不可交易状态 公司负责人迪登科不明真相 率先交出钱财 卡萨托的叔叔不惜牺牲自己侄子来嫁祸给迪登科 做完这一切 叔叔只担心一件事 那就是对方手里有一份担保书 如果不能毁掉他 到时候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所以叔叔希望加德纳能拿到担保书 然而加德纳一眼就看穿对方的小心思 他担心这个心狠手辣的叔叔会干出毁约的事情 于是带走那一箱钞票作为底牌 加德纳作为美方间谍 早就被俄罗斯情报局盯上 他们怀疑黑狗与加德纳有关 但是又没有直接证据 这是屏幕上的纹身吸引威拉的注意 这是一个特种部队的标记 很显然黑狗就是其中一员 顺着这条线索 威拉决定去找大壮探寻情况 目前退伍的大壮正在从事搬运工作 看到威拉到来 他本来不想多管闲事 不过在听闻此事可能出自于特种部队成员之守候 突然又来了兴趣 威拉判断 这名凶手很有可能就是失踪的队员奥斯或者贝斯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中的一员在为加德纳卖命 与此同时 加德纳正在想办法搞到担保书 他打算从狄登科的女婿尼古拉身上下手 起先尼古拉很有原则拒绝对方 怎料加德纳拿出一打关于对方的厌照 为保住自己的名誉 尼古拉决定向对方妥协 想要拿捏住人心 就得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加德纳承默 只要除掉狄登科 就可以让尼古拉接替他岳父的位置 另一边 大壮找到受伤的谢尔盖 想从对方嘴里得到案发当天的真实情况 然而 此刻的谢尔盖一问三不知 很显然他已经被人收买 选择替幕后真凶永远隐藏这个秘密 俄罗斯情报局已经判断出 加德纳下一个目标是狄登科 于是派威拉前来保护对方 他在第一时刻拉上窗帘 让杀手无从下手 紧接着在众人的保护下将狄登科护送上车 大壮也悄悄摸到楼顶 寻找杀手的行踪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假人 这时在另一个楼顶 杀手扣下扳机 几名客警应声倒下 就在警员注意力都被狙击手吸引时 大楼内部又走出一个杀手 客警帕琳一眼认出这是他的父亲 所以第一时间没有扣下扳机 然而对方却扣下扳机将帕琳打倒在地 两名杀手趁此机会逃之夭夭 审讯室内 狄登科这才清楚地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判断 对方的目的是要得到那份担保书 狄登科在得到允许后 给自己的孙女丽萨打去电话 这时丽萨才知道 爷爷被关在审讯室内 随即马不停蹄赶往警局 与此同时 维拉来到医院探望被打伤的帕琳 他从对方的行为判断出 帕琳极有可能认识凶手 可是帕琳现在的内心十分矛盾 身为特警的他 一直把父亲视为英雄 如今 父亲摇身一变成为杀人凶手 他一时之间不敢接受真相 维拉剑得不到情报 便安慰对方好好养伤 这时丽萨赶到审讯室 狄登科告诉孙女 此刻只有她才能救自己出去 尼古拉得知此事 有人欢喜有人愁 狄登科因涉嫌杀人的消息 很快传遍整个公司 春风得意的尼古拉 顺理成章接替狄登科的董事长席位 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搞到担保书 当看到桌下的保险柜时 才想到自己没有密码 随即叫来安全主管 让他找人想办法打开保险箱 加德纳也开始催促 尼古拉抓紧事件 画面一转 俄罗斯情报局得知 丽萨已经和狄登科完成碰面 这让他们意识到情况紧急 维拉只得求助于大壮 去暗中保护丽萨 这时的丽萨已经来到公司 凑巧尼古拉正在参加一个会议 丽萨告诉女秘书 自己在办公室等她 随即大摇大摆 来到办公室内直奔保险箱而去 顺利拿到那份担保书 此刻尼古拉已经开会回来 丽萨集中生智 用手无脸 下一刻便离花待遇 哭诉起爷爷的悲惨 如果有可能 奥斯卡应该给她搬个小惊人 尼古拉并未多疑 送走丽萨之后 随即让安保人员打开保险箱 安保人员手指触碰 发现保险柜根本没锁 要么是尼古拉没事找事 要么就是有人在此之前 成功用密码打开保险柜 尼古拉肯定是相信后者 立马反应过来是丽萨带走了担保书 立刻下令逮捕丽萨 丽萨走出电梯 大壮早已等候多时 见保镖上前阻拦 二话不说帮丽萨解围 三下午除二解决掉所有保药 带着丽萨离开公司 尼古拉只得把实情告诉迦德纳 这给对方废都气着 指责尼古拉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无论如何都要把担保书拿回来 丽萨和大壮来到律师家中 大壮的职业习惯 让他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 从进家门开始 就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 果不其然 律师在看到丽萨手中的担保书后 便找个理由离开 来到另一个房间给尼古拉打去电话 原来律师已经被尼古拉买通 加德纳担心尼古拉在搞砸 决定让自己的人去摆平丽萨 不久后 律师家门外传来汽车声 大壮心里暗道一声不妙 战场直觉让他下意识 做出保护丽萨的动作 下一刻 一发子弹进直穿过律师的头颅 大壮带回担保书 带着丽萨从后门撤离 大壮一脚踹飞门口的杀手 紧接着捡起地上手枪解决掉队 就在大壮即将离开大门时 狙击手扣下扳机 子弹洞穿大壮的肩膀 凭借他的能力 这么近的距离 百分百会要了大壮的小命 很显然狙击手不想杀掉大壮 大壮也趁机看清对方的真容 正是担任特战部队狙击手的贝斯 可能是念在昔日旧情上 贝斯选择放大壮一条生路 受伤的大壮只得寻求威拉的帮助 最终成功取出体内的子弹 期间大壮和威拉交换情报 无意间提到帕琳 这让丽萨不禁紧张起来 原来他们是情侣关系 在得知帕琳躺在病床上时 她再也控制不住 内心的担忧赶忙前往医院 临走时还不忘带上 那份重要的担保书 尽管大壮和威拉知道 她很重要 却依旧没有出手阻止 因为他们想看看 加德纳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丽萨来到医院后 却没有勇气走进病房 只是远远地看着帕琳 她认为都是自己家庭的缘故 才害得对方险些丢掉性命 就在丽萨回家时 尼古拉的手下突然杀出 那份担保书也就落到尼古拉手中 丽萨很生气 不愿意再理尼古拉 她也不在意女儿的态度 转身将担保书递给加德纳 尼古拉以为只要把担保书交给对方 从此之后就不会受到加德纳的控制 殊不知 这只是对方计划的一部分 加德纳真正的目的 是尼古拉公司旗下的一个研究机构 这个研究机构 正在开发一款新型发动机 它的速度极快 仅凭动能 就能让一枚没有装药的鱼雷 轻而易举击沉军舰 三个月后 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将进入波斯湾 加德纳向其提出要求 当即解散研究机构 尼古拉为了保住现在的地位 不得不再次选择妥协 事实证明 相信一个美国人的代价是巨大的 得到担保书的加德纳 并没有把钱交给卡萨托的叔叔 叔叔迫不及待地给对方打去电话 要求他尽快还钱 否则就来个鱼死网破 把迪登科和他女婿全部解罚 加德纳并不害怕对方威胁 因为他已经安排贝斯架好狙击步枪了 就在叔叔刚出门时 一声枪响拔破天际 贝斯立马收起武器离开现场 整个过程利落干脆不拖泥带水 画面一转 在研究机构内 首席科学家找到机构负责人祖巴列夫询问情况 祖巴列夫表示 现在机构内资金周转不开 很快就要濒临破产 科学家表示不紧 这个项目不是由俄罗斯国防部密切支持的吗 而且现在研究已经临近尾声 很快就会取得成果 如今一声不吭的终止研究 到底是为了什么 祖巴列夫也是一头雾水 上层领导做出的决定 又岂能是他这种小角色能知道的 他也清楚项目马上就要完成 既然公司不管不顾 祖巴列夫决定 带着成果亲自前往国防部去讨要说法 他前脚离开 后脚就被贝斯盯上 最终祖巴列夫被他挤下山崖 贝斯拧断对方脖子 带着文件家扬长而去 这天加德纳给尼古拉打去电话 准备带着他前往研究机构所在的瑟维尔斯克 这一切都被躲在暗中的丽莎偷听到 他觉得尼古拉行为十分可疑 随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庄 事不宜迟 两人驾车前往机场 并跟着加德纳和尼古拉一同前往瑟维尔斯克 另一边 研究机构突然停止项目进展 引起俄罗斯国防部的高度重视 他们找到威拉 经过一番分析后 确定加德纳的计划是窃取这个新型发动机的数据资料 为了保护资料不外行 威拉也立刻动身前往瑟维尔斯克 研究机构内 科学家们经过不懈的努力 最终彻底开发出这款新型发动机 它能够在水下达到每小时450公里的速度 这堪称跨时代的机器让众人不禁欢呼雀跃起来 可很快一个不幸的消息摆在科学家面前 那就是尼古拉正式宣布解散科研机构 并要求在一个月内遣散相关人员 事实上科学家之所以这么卖力的工作 是因为他有一个病重的女儿 想要治好疾病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 科研机构一旦解散 就意味着科学家将彻底失去经济来源 尼古拉知道 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随即安排对方和加德纳见面 加德纳直入主题 他愿意让科学家移居美国 并且提供其女儿治疗的所有费用 代价就是交出手中的研究成果 一方面是自己的国家 另一面是病重的女儿 科学家没有当即做出答复 表示需要时间考虑一番 双方约定第二天上午在剧院碰面戏谈 殊不知 这一切都被门外的大壮听个真切 大壮将这件事告诉给威拉 不过威拉考虑到丽莎的安危 要求大壮不要再带着对方冒险 为抓捕加德纳 威拉带领特警部队一大早就在剧院外面设复 准备在双方交易时来个人脏病火 加德纳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他之所以选在人多的剧院外面 就是方便利用路人更好脱身 很快科学家来到加德纳面前 但并不会交到美国人的手中 科学家的脑力不是盖的 短短一晚上的思考 就已经看穿加德纳的把戏 然而加德纳也不是吃素的 他知道自己无法说服一个爱国主义者 早早就把目光放到科学家妻子身上 如果不出意外 尼古拉已经从对方妻子手上 得到重要的研究成果 科学家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对方不仅有极深的成分 而且还有狠辣的手腕 随着车门打开 贝斯一枪放到科学家 威拉带人赶紧行动 将加德纳牢牢控制住 另一边 大壮和丽萨躲在尼古拉家中 果不其然 对方拎着一个手提箱出现 大壮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都是科学家的研究资料 他劝尼古拉早日自首 随即拿起箱子带着丽萨离开现场 刚出门就遭到对方手下的袭击 大壮一一敌三 依靠军体拳打的敌人招架不住 哪怕被人从身后偷袭 依旧可以化险为一 他带着丽萨杀出一条血路 然而就在来到门口时 一道剧烈的白光闪下他的双眼 待大壮恢复意识后 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封闭的房间中 抬头一看 对方不是别人 正是老战友奥斯 原来当年他们在战场上都幸存下来 爆炸过后 当奥斯再次醒来时发现 自己已经被恐怖分子囚禁起来 这五年来 他一直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甚至想过一了百了 直到加德纳出现救下奥斯 一开始他并不领情 想与加德纳抗争到底 然而当贝斯安然无恙走进屋时 奥斯态度来得一百八十度转眼 因为就在贝斯要被恐怖分子杀害时 还是加德纳及时出手将其救下 这份救命之恩 让贝斯不得不对加德纳为命是从 加德纳自称已经脱离美国军方 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给他安排杀手的工作 更重要的一点是 奥斯心里还有挂念的人 那就是他的孩子帕领 最终奥斯也同意为加德纳卖命 奥斯起身将丽萨带来 大壮表示 这个男人就是你为婚夫的父亲 丽萨不可置信地看着奥斯 大壮希望奥斯能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放走丽萨 话已至此 奥斯为丽萨松绑 这是他能为儿子做的最后的事情 并警告丽萨不要把自己的事情透露给帕领 这时贝斯打来电话 让奥斯交出研究成果 否则就要干掉帕领 大壮表示不能交出这份资料 然而就此心切的奥斯才不管那么多 他清楚地知道 贝斯已经变得冷血且杀法果断 于是带着大壮和优盘去找贝斯 另一边 审讯室内加德纳早就想好自己的说辞 在面对威拉的质问 加德纳应答得游刃有余 各种证词之间紧密衔接 犹如一道密不透风的围墙 让威拉一时之间无从下手 她知道自己有豁免权 只要撑破24小时就会被驱逐出境 到时候 加德纳就会彻底恢复自由 丽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去找小男友倾诉思念之情 殊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伪装成医生的贝斯来到医院 在输液瓶内打进毒药 随即来到帕琳所在的病房内 给帕琳挂上点滴 一旁的丽萨觉得医生有些面数 正当她感到奇怪时 帕琳突然不受控制抽搐起来 医生们赶紧对气展开急救 而贝斯趁着混乱的场面溜出医院 然而这一切看起来十分真实 实际上都是假的 誓言给贝斯的一场戏 大壮早在对方行动前 就把消息传递给威拉 威拉赶忙安排手下 不动声色将帕琳保护起来 就在贝斯提着调瓶准备找帕琳时 被伪装成护士的特工偷偷调包 帕琳也用精湛的演技 成功让贝斯相信她已经中毒 只有不明真相的丽萨在一旁痛哭流体 画面一转 奥斯带着大壮来到一条偏僻的小路上 半路上她接到加德纳打来的电话 对方以解毒计为由要挟奥斯交出优盘 地点就在五年前交战的老地方 如今加德纳已经被驱逐出境 她再次返回叙利亚的老巢 那个曾经让她兵败的地方 奥斯已经看透加德纳肮脏的嘴脸 决心要找对方复仇 大壮表示 愿意和奥斯一同前往 他能在叙利亚打倒加德纳一次 就能打倒他第二次 在大壮的带领下 他和奥斯见到曾经的老战友诺维奇 三人经过简单的酗酒 大壮立刻开始安排部署 这支特战小队 在五年之后再次准备故地重游 加德纳的罪行昭然若揭 狄登科被无罪释放 威拉代表高层领导 向对方表达歉意 同时他告诉狄登科 在城内发现尼古拉的行踪 无论如何 都要小心对方的打击报复 狄登科谢过对方好意 便回到公司 与此同时 大壮找到威拉 考虑到奥斯还在通缉令上 不太容易前往叙利亚 所以希望威拉出手相助 威拉当即答应下来 在他的帮助下 大壮等人乘坐直升机前往叙利亚 再看尼古拉 他正在家收拾行李准备跑路 就在妻子帮他整理衣物时 意外发现一把手枪 结合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他认为尼古拉有事在瞒着自己 然而尼古拉什么也不愿意透露 只想赶紧离开这片是非之地 丽萨在此刻突然出现 他把帕林的责任都归咎到尼古拉身上 还有狄登科入狱 也是拜他所赐 便要求对方乖乖自首 女儿语不惊人死不休 尼古拉见对方扒掉自己最后一层遮羞补 随即恼羞成怒 掏出手枪对准丽萨 怎料丽萨铁了心要报警 尼古拉也不会真的对自己女儿痛下杀手 然后出手抢夺手机 当妈的赶忙上前阻拦 却被尼古拉打翻在地 就在他准备杀人灭口时 狄登科及时出现 用一发子弹解决这场闹局 另一边 大壮奥斯和诺维奇来到老地方 诺维奇不解 为什么加德纳要把决战地点安排到老地方 奥斯表示 可能是由于任务失利 导致加德纳被踢出军队 所以他想复仇 大壮把处理贝斯的责任交给诺维奇 自己则带着奥斯前往目的地会见加德纳 不久后 加德纳出现在两人面前 不远处的山头上 贝斯正在用狙击枪紧钉战场中央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不知何时诺维奇已经出现在身后 贝斯只得乖乖放下武器投降 可是无线电并没有关闭 加德纳的手下意识到贝斯有难 随即扑向山头去解救对方 与此同时 加德纳拿出解毒剂 大壮也交出背包 加德纳经过检查确认无误之后 便把解毒剂交到大壮手中 然而下一刻 大壮的举动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他把解毒剂踩在脚下 并表示这种毒药根本没有解药 一切不过是加德纳骗局而已 加德纳也大大方方地承认 他表示 帕琳会死于三天之后 说完便转身走向汽车 山谷中 诺维奇的处境十分不妙 本应该身为猎手的他 瞬间被敌人团团围围住 贝斯一把夺过他的武器 从猎物转换为猎人 加德纳手下准备枪决诺维奇 就在这时 贝斯态度再次转变 他随即扣下扳机 加德纳手下没想到贝斯会弹 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打得措手不及 枪声同样也惊动大壮和奥斯 他们果断出手摆平周围的士兵 加德纳跳上汽车 一脚油门向远方逃去 他们知道追不上对方 于是掉头去帮助诺维奇 贝斯化身战神 在战场中心大杀四方 随着大壮感到 众人合力之下 将加德纳的手下一网打尽 而贝斯也用死亡来向大壮忏悔 其实这场战斗中 还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就是帕林 奥斯没想到 有朝一日能和儿子并肩作战 他激动地把帕林搂在怀中 此时的加德纳已经无路可逃 这时幕后主使乘坐直升机出现 他从加德纳手中接过数据 接着一枪干掉对方 眼看对方就要带着数据逃之夭夭 国防部立刻派出战机 一发导弹从飞机上射出 将对方的直升机炸成碎片 事后帕林和丽萨结为夫妻 俄罗斯将军也乐意为科学家的女儿 提供医疗援助 故事以大圆满落下为目 本篇名叫黑狗第二集 打斗动作酣畅淋漓 枪战火拼也非常讲究真实性 不存在一个人中枪 依旧能够大杀四方的场面 剧情上有的地方会有漏洞 比如一个特警 又如何知道特种部队纹身的含义 以及结尾贝斯的回心转意 也没有交代清楚 总体来说是一部不错的爽片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欢迎点赞评论和收藏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们更新的动力